歡迎大家做收藏的頻道 喜歡的話可以免費訂閱、給like、share、留言支持 就要加入我們的會員 朋友會說WeChat Mill 簡直是酒桶錶的始祖 將酒桶營的碗錶發揮得臨力盡致 有些朋友會更正它說 其實不是的 在二、三十年前Famila才是始祖 做了很多很漂亮的酒桶營的碗錶 當時也是風頭一時無量 但當然我們知道 其實更早之前已經有很多酒桶營的碗錶 再原始點的、始早點的 其實是二十年代甚至更早已經有了 比較出名的可能是 江斯丹和馬爾他系列 或者PP的這一堆系列 這隻是伏克版本 2007年在巴塑爾文化 當時覺得很漂亮 因為PP當然爆得漂亮 但很多時候他比較沉穩 但做到這麼漂亮的表面和底 即是底部很漂亮 但表面做到這麼漂亮和這麼漂亮的 鶴形的碗錶 當時出來的時候是比較驚人 驚人的時候 驚人的時間 不是只是樣子 而價錢也不便宜 今天帶來這隻 就是5098P的PATTIUM系列 這隻的Gondonald 講回Gondonald的歷史 其實有興趣的朋友 又是重複我之前的其中一集就可以了 簡單來說 Gondonald 可以說是等於香港的 什麼方錶行 是一個很有名的 在巴西里的月內路 當時幫PP賣錶 是他一間很得力的 還有一個新的專業的商店 自然的商店 PB經常在購物上去 搞一搞一搞 搞一搞不如整個Gondonald系列 類似這樣 告訴大家 這個款式 我們以他命名 或者和他合作 詳細是怎樣 在看之前的影片就可以了 當時出這套錶的時候 當然很漂亮 很正 2007年的時候走通錶也是相當輕 他做整隻錶的 想法就是 比較忠於圓著 忠於圓著之餘 當然也是 做回他應有的Art Deco的風格 這種藝術感覺 整隻錶就 很有型很英俊 而他的尺寸是很有趣的 有多有趣呢 42乘32是甚麼意思呢 42的意思呢 即是這裏是42 32呢 就是橫是32 而他的尺寸 去到不短的 去到49點多 這個錶因此在彈手的時候 給大家看一些 片 就是你在 橫切面上覺得他是一隻大錶 但是 縱向來看就覺得他是一隻小錶 因此是 相當有趣 簡單來說你當是一隻39 左右的錶就可以了 不會很大不會很小的 加上他不是就這樣 酒桶是一個 譬如江斯丹頓很多的酒桶是一個平面的 相對平面地的酒桶 而他是一個 相對 的酒桶來的 那 的酒桶來的 不怕鬆得那麼近的 好像那些美女 零死角就是這個意思 他的優勢呢 是用很多種的 不同的 的 Pattern和大小和他的角度去製作 製作 雕塞面不是那麼容易做 用人手做 現在有些大陸的錶都做 雕塞的 我覺得 兩萬多元 有些這樣的錶 我覺得 這些價錢就OK了 但是你實際說 質素和這些PP沒有得比 但是 價錢 合不合理 都合理了 這錶很帥氣 加上這樣的阿拉伯子 很有二三十年代的味道 這錶是喜歡味道的人 是會賣的 哇 就是那股脆 就是覺得很棒就會賣 而不是 你如果想說 炒 買來博 炒 十年八年之後 升一倍的 就不是買這些錶 這錶是你真的會 覺得很棒 買不到那股脆 PP 這樣的情況之下就賣 加上它是3P 什麼叫3P PP裡面的Pattium 不敢說全部 但是99.9% 都可以說是正確的 凡是PP裡面的Pattium PT950的錶 價錢對就買就OK了 不會錯的 再說多次 PP裡面的Pattium 價錢對就買就OK了 不會錯的 因為 PP本身產量不多 Pattium更少 不會錯的 到有一天 十年八年後 開始錯的時候 我再告訴大家 暫時不會 也是PP很經典 Pattium錶就有一顆鑽石 在這個六點位告訴你 它不是 威高 那麼簡單 而是PP 的 Pattium的換錶 這顆鑽石 這顆鑽石 使用2521 176的日落雅印記 的機身 欣賞它 不是說放一個圓形機身 算數 很多的Famula 大家很喜歡 我也很喜歡Famula 但實際上很多的鑽石 是 原型的 2824 292的鑽石 也不是自己的鑽石 差一點 即是那個年代 這個自家製作 有日落雅印記的 方形玉 或者走通形玉 就真的是 為了這個鑽石 不可以特別為它而設 但是起碼不會說 硬撞下去 用著先的那種感覺 這個鑽石 帶子不闊的 但是它是直的 因此就不會顯得 這隻鑽石很小 但是有一份壽氣的感覺 一個 針扣的PT鑽 整體來說 是一隻很漂亮的鑽石 不用說了 如果你是 它又不是Jesse 也很重要 好像 Cala Chava 巴黎丁的那種感覺 有時候 稍微有一點休閒 都可以帶到這隻鑽石 它就是這隻 比較resistile的 一點 你可以在不同的 場合都可以叫做 大一島 就未去到 好 運動的 因為它30米防水 但是 是比較resistile的 是可以在不同的場合 都可以帶一下 最後講這隻鑽石的價錢 定價30幾40萬 36萬8 定價的時候 PP這些鑽 應該這樣說 鑽石其實 買 有些牌子 搞錯了一些 有些牌子 做得很厲害 努力試 買錶最重要 不是讓消費者感到便宜 在一手錶裏面 買錶最重要是讓消費者感到佔了便宜 再多次 買錶 在一手錶裏面 最重要的感覺 給消費者不是他覺得 這隻錶很便宜 而是讓他感覺 他佔了便宜 很重要的消費官 在華人世界尤其厲害 二手錶或者跳樓貨 為甚麼會買得好一點 因為消費者會覺得 值得有好處 自然會容易令人買的 我們不評價這種心態是好還是不好 但是我們必須知道這種心態的情況下 你買錶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要轉手的時候 你也要為下一手去想想 別人有沒有這個想法 好像買樓一樣 你如果買到四樓 你不介意 在大陸你買十八樓 你不介意 但是下一手怎麼看呢 這件事就要知道 他介意和不介意是差很遠 這些錶是不會在一手買的時候 有消費者覺得 佔了便宜 因為三十多萬 佔便宜 二手買回去又會虧錢 但是二手 你的定價夠高 而二手價夠便宜 很多朋友覺得佔了便宜 他就會去買 因為這錶是幾十萬 便宜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很多朋友去買一件東西 尤其我爸媽的年代都是 他不是說 你看看 你估計他多少錢 不是估計他定價多少錢 是會說 你知道有多少錢買的 很划算的 他是這件事 非常好 勞力也是 以前早兩年炒的年代 為何那些人 不斷狂去買 他的價錢比現在貴 二三十百分 但是為何買的人會多那麼多 你便宜不關事 最重要是他覺得佔了便宜 說多一次 不是便宜 是佔了便宜 他覺得 現在買一隻六六十四萬 明年是十五 明年是十六 然後是二十 二十多 事實上 升得比他們想像中更快 跌也跌得比較快 多少錢都買的 所以那件事 不是說便宜就大了 你要拿到一個消費者的心態 而PB因為他出得少 他一手的時候 你說他會不會 擔心 賣不出呢 他出得少也不怕 只有這些牌子 有時候才有這個能力去做 就是不怕消費者 純粹覺得便宜 還是不便宜 還是佔不佔便宜 喜歡就出 很多牌子就未必 可以做得到 我們有時候 都是要 想這件事 無論是做不一樣生意 便宜 對於某些人來說是 欣賞的 但有些東西 他貴才會賣 跟樓 股票的一樣 你越貴才會越賣 你 便宜他反而不賣 便宜最重要是佔了便宜 不是價值的 實質的數字便宜 這次跟大家說這隻PB 5098 多謝各位